民警小刘在老人口袋里找到了一张联系卡 上面有老人女儿的手机号码 女儿然后跟我们讲是在茶叶弄 那我在想因为老太太已经全身都湿掉了嘛 那我在想再带回派出所 或者说叫她女儿再来接我 怕太晚了到人感冒 那我说不是很远 那我就赶紧过去把她送过去了 当时帮老人报警的是杭州下城区云商公寓对面这家小卖部的老板 老人住在茶叶弄 我们的新闻采访车从云商公寓开到茶叶弄 大概开了四公里左右 也就是说当时老人在雨中独自走了这么多路 95岁 他老子稍微有点呆了 但是呢你说要清除的时候呢 还是清除的 那家里呢要管牢的 但是呢不可能 你多坐开 可不可能每分钟都管牢的了 那么下午大概两三天钟的时候 他出去的我没看到 三天的时候啊 我过去啊 就看他 哎呀 这个就没了 而且这个时候雨都下了很大的 那到哪里去找啊 巧的是帮忙报警的小卖部老板娘姓汪 迷路老人的女儿也姓汪 汪阿姨还说了一个细节 他说当时民警小刘用警车把老母亲送到楼下后 看到老小区没有电梯 就一口气把人背上了四楼 我把你背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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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啊 背的时候长不长 啊 我们平时都锻炼 还好 我觉得那时候也没想这么多 那想的是赶紧先把他送到家里 把衣服赶紧换掉吧 那谁家里每个老人说实话都心疼的了 最早是了 对对对 我是60多岁了 我也60多岁了 你妈妈没有感冒吧 没有 哦 很好 他 我头很好 他 在教算了几百教了 那我今天我小哥哥 我二哥 我二姐 再出去给他去 去给他去 偷片 他做好的 我觉得可以争取 活一百世以上 哈哈 好 汪阿姨说当时他跟在小刘后面 感觉小刘比自己的儿子还要亲切 可是他懊恼的是 当时连热水都没让小刘喝一口 连小刘的全名都忘了问 刘镇 镇什么镇啊 你说 地震的镇啊 对 闻刀刘 地震的镇 刘是刘之判的刘了 文字刘 对对对 文字刘 文刀刘 这也是地震的镇 是那个宇宙的雨 宇宙的雨 我们要动个整齐刀 开始走去 1818黄金眼级这报道 我根本就在这里 但要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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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看出的